原时八万订阅的纪念咖啡杯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时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我们来开箱的是 我们原时八万订阅的纪念咖啡杯 那这个咖啡杯 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思考设计 要怎么样来呈现它 那最后呢 我希望它是一个很方便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使用的一个杯子 所以当初我们考虑了大大小小很多的杯型 那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一个大小 它的容量有330cc 那我想这是平常我们在喝咖啡 或是喝水都很方便的一个容量 那我们挑选了一个有把手的这个杯型 因为当我们不管是装热水或是热咖啡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把手的话 我们不会直接去碰触到这个会烫的杯体 那我们在拿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把手呢 也让我们在这个右色的呈现上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因为我们外表呢一样使用我们这一系列 原始的专属色双染这个颜色 那这个鱼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会自然的流动 所以就会呈现出每一个杯子 它会有不同的纹路出来 那尤其是在这个把手的地方会特别明显 它在鱼流动过程当中 就很像动物的毛发一样 很像有一个这个猫或是狐狸的尾巴 在这个把手上的感觉 那每一个杯子也都会不同 在大家拿到自己的杯子的时候 可以细细的去观察 它这一个很像一个动物的毛流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一个杯子很大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这一次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圆的logo 把它放到这个杯子上 那我们之前在制作绿杯跟豆杯的时候 是比较低调 把我们的原始打在底部 那在做这个杯子的时候呢 我就在思考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清楚 比较明显的方式 把我们原始的这个特色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圆的logo 我们特别请淘作坊 帮我们制作放在这一个杯子的外侧 让大家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除了我们专属的装染这个颜色之外 也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个圆的金灰在上面 然后我想这是我们8万订阅 一个特别的纪念 那我们内部呢 也是做内釉的一个设计 那一方面是内釉比较不会去影响到咖啡的风味 那在清洗上面也比较好清洗 比较不会卡这个咖啡或是你喝拿铁的话 一些奶垢在上面 清洗的时候会比较好清 那当然如果时间久了之后 它难免会沾染上一些咖啡垢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过滩酸钠泡一下 很简单的就可以把它还原 有些杯子里面会比较偏红一点 那有的杯子会比较偏白一点 那这也都是在烧制过程当中 它的因为温度 因为它放置的位置不同 它的右的流动的效果造成自然的差异 所以可以说每一个杯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在杯子的底部我们会看到 有这个奥利的logo 那在最后下方我们有刻上了这个 原石8万订阅纪念 那用这个杯子来跟所有喜欢我们的观众一起分享 那也一起来纪念这个8万订阅的特殊时刻 那在底部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老烟泥的材质 那老烟泥的这个底部我们没有再特别去上用 那它是一个粗糙的表面 所以它在放在桌面上的时候 它就会有个自然的防滑的效果 那老烟泥材质的特性 它的保温性也不错 可以让这个咖啡 它可以保持它的温度一段时间 让我们日常生活在喝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好我们今天来冲20克的咖啡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用我们的咖啡杯 来当这个下壶 我们直接来接冲煮出来的咖啡 那我们等一下会用我们的双染 这一款的流转360来冲煮 那大小放上去 其实一般可能01-02的咖啡滤杯 都能够蛮稳固的放在上面 当初我们在挑这个杯型的时候 也有考虑到说它的这个杯口的大小 像这个比较小的冰棚00的这一个滤杯 放在上面其实也是可以很稳固的冲煮 那如果像这种比较大型的滤杯 放上来的时候其实也很稳 所以当初我们在挑选这个杯子的时候 也希望它是很稳固的 可以让滤杯直接放在上面冲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来冲 不会担心说 它可能不小心碰到会有倒掉的问题 我们刚才用20克的咖啡粉 然后充300克的水让它完全滴露下来 那这个杯子现在接起来大约是8.5分满 所以平常如果想喝大杯一点的话 这样子一个人喝也是蛮刚好的 那当然我们习惯的用15克的粉 然后充200多克水的这样的比例 这个杯子来用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咖啡刚充煮出来的时候温度蛮高的 其实杯子本身会有点烫 那我们有这个把手的设计 在拿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烫熟 那在喝的时候因为我们内外都有上右的设计 所以它的整个杯子的摸起来的触感 还有我们嘴唇接触到的感觉是滑顺的 所以不会有这个粗粗的感觉 让我们在喝咖啡的口感会觉得会更好 那这个杯口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鼻子会被整个咖啡的香气所溶罩 那我们喝到这个咖啡的风味 它的香气都会更加的明显 这个杯子的外观使用的是我们原石专属的双染颜色 那前面也放上我们原石logo的这个金灰 那是我们这一次8万订阅 特别设计的一个咖啡杯 那在功能性上面 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很简单的来品尝精品咖啡 那当然要装水或是其他的饮料 也都是可以的 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来使用非常便利的一个杯子 那我们现在已经上架可以购买 那我们特别提供了一个优惠的价格 要分享给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之后我们会持续的来创作影片 会有关于生活、美食、旅游 当然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咖啡内容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